这家人正在拍圣诞 而他们领养的黑人小孩只能孤单地坐在一旁 善于观察的妻子看出了男孩眼中的羡慕 他不顾丈夫的阻止 让男孩站过来一起拍照 黑人男孩小心地往中间靠近 随即咔嚓一声 这是黑人男孩有的第一张照片 男孩名叫麦克 今年刚满16 可身高却已经达到惊人的2米 体重也远超同龄人 别看他身躯庞大 经检验麦克的智商只有6岁孩子的水平 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对于麦克来说还不算太惨 可偏偏麦克的母亲是一名瘾君子 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流传于哥哥寄宿家庭 不是没有好心人想收养他 实在是麦克真的太能吃了 从小的流传经历 导致他内心变得自卑且敏感 麦克不愿意给别人徒增负担 他又一次逃了 来到体育馆 他坐在远离人群的角落 这里不仅有暖气 等散场后还可以吃到别人不要的零食 这样就不会挨饿了 而他没想到的是 就这样一次为了活下去的选择 却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 这天冷雨夜 麦克在赶往体育馆的路上 遇到陶希一家 陶希先生摇下车窗 询问麦克去向 男孩低头说到体育馆 简单的打招呼后 陶希先生准备回家 但一旁的陶希太太想起 麦克身上单薄的衣服 实在放心不下 于是吊转车都追了上来 就这样陶希太太将她带回自己的家 看到这诺大的别墅 麦克惊呆了 陶希太太收拾出了沙发 他让麦克今晚就睡在这里 等陶希太太走后 麦克小心地观察着四周 这些都是他从未见过的装潢 回到床上的陶希太太突然就有些后悔 他觉得这样或许会有些唐突 如果因此家里丢了一些东西 那可都是自找的 丈夫安慰他说 明早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等第二天早上 陶希太太下楼去看的时候 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沙发上是整整齐齐叠放的被子 而家里的东西更是一件都没有少 只是大个子麦克已经不见了踪影 陶希太太急忙追了出去 今天是感恩节 他想留着董事的孩子吃一顿午餐 本来就没有去除的麦克没有拒绝 但等他见到这满桌的饭菜时 麦克再一次惊呆了 这么丰盛的食物 是麦克从前想都不敢想的 麦克只是小心地拿盘子夹了一些米饭 趁其他人不注意 又偷偷拿了块面包 其他人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而男孩只远远地坐在餐桌上 小小的年纪就封闭孤独的内心 陶希太太看到这一幕会心一笑 她关掉电视 让全家人一起来到餐桌上吃饭 还带头做起了餐前祷告 女儿小丽也主动向麦克伸出手 这是麦克第一次餐前祷告 吃完饭后 陶希太太决定给麦克再买几身衣服 但对于这个提议 麦克拒绝了 说自己有衣服 但陶希太太毫不留情地截穿 麦克越是闭口不言 陶希太太越是想了解这个可怜的孩子 她询问了麦克的母亲的住址 等车子开进巷子后 她才发现这里是著名的贫民窟 陶希太太刚想下车 却被麦克一手拦住 因为麦克知道陶希太太的车子太好了 在这里有钱的白人女性很危险 但等她来到母亲住址时 发现这里早已被政府回收 可母亲又一次不知所踪 麦克回到车上 只是说母亲出门了 陶希太太却说在这里等她回来 麦克这才说出了实话 小小年纪就算再会隐藏 也难免会露出马脚 接下来陶希太太给麦克挑了身合适的衣服 她决心要帮助这个孩子 陶希太太给麦克整理出来一间房 所有的设备都拒全 麦克真诚地说 她从来没有过 听到这话 陶希太太的鼻子一下就酸了 说完她走出了房间 自己坐在一个板凳上 陶希太太觉得世界上 如何会有这么懂事的孩子 而这孩子恰巧又被她遇见了 麦克当然察觉到了陶希太太的情绪 但她却不知作何安慰 之后陶希太太给麦克做指标测试时发现 学习能力等各项指标都不及格 但唯独有一项却得了满分 那就是保护意识 这种意识最适合在橄榄球场上发挥作用 于是陶希先生动用自己的关系 将麦克送到了学校橄榄球队 教练看到这体型的男孩开心的不得了 他觉得自己一定能指望麦克出名 而麦克刚上场教练就傻了 这家伙完全不懂规则 要不就是将人甩飞 要不就是扛着人跑 再不计就是被天上的气球吸引 什么样的青年会被气球吸引 这给教练气的 抓着麦克的衣领就开始臭骂 陶希太太看见顿时不乐意了 他让教练给他一分钟的时间 陶希太太将麦克拉到一边 麦克点点头 随后 陶希太太拉了一个人出来说 这就是我 又拉出另一人说 这是你弟弟 麦克好奇的问 那你女儿和陶希先生呢 陶希太太解释道 他们当然也在球队里 并跟麦克说 你要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球队 麦克点点头 随后他瞬间就拦住了进攻的球员 并将他们推翻在地 认真的麦克在同龄人内 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看到这一幕 教练惊呆了 立马找到陶希太太讨要方法 这天陶希太太将一家人召集到一起 陶希先生郑重其事地问麦克 愿不愿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迈克的幽默哄得一家人哄堂大笑 为了庆祝这一天 陶希先生给他买了一辆新车 而就在麦克带着弟弟出去兜风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等到陶希太太赶来的时候 发现麦克懊恼的双手抱头 而小儿子正躺在单架上 奇怪的是小儿子根本没有受伤 这点就连福伯勒也嘖嘖撑起 他说按理这个年纪的小孩 撞到安全气囊上 会脸部粉碎 脖子断掉 而安全气能撞过来时 又被外力改变了方向 陶希太太找到麦克 跟他说弟弟没有事 让他不用自责 等麦克手放下来时 陶希太太才发现 麦克的右手早已血肉模糊 到了周历比赛这天 麦克所在的队伍 来到了对方的主场 场外的一个大胡子上来指着麦克 叫他大黑熊 陶希太太让小儿子 别跟这种人浪费口舌 但是被给予厚望的麦克 上来被对方的主将狂喷垃圾话 嘲笑他是一头大黑猪 这种垃圾话 让单纯的麦克一下分了身 对方瞬间突破防线 得分成功 大胡子骄傲的说 那是他的儿子 并且再次辱骂麦克是个黑鬼 这时陶希太太坐不住了 但是麦克在一阵抢球中摔倒在地 对方主将走过去 还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教练这时也看不下去了 和裁判进行争论 但无奈是对方的主场 教练反倒挨了一张黄牌 教练突然想到什么 他指着对方裁判鼻子骂道 麦克心里十分感动 一手将教练拦了下来 他让教练放心 接下来麦克要正式发起反击 对方主将再次喷起垃圾化石 麦克放空一切 他现在只想保护这支球队 哨声一响 麦克就抓住对方的主将 那人根本招架不住麦克的体型 他向个推土机 一路将对方主将往球场边缘推去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小儿子也拿起摄像机拍摄 直到将人整个推出了球场之外 麦克这才放手 这时淘气太太骄傲地说 之后麦克更是越战越勇 对方球员根本阻挡不了麦克的冲锋 比分也一路高跟猛进 很快就将分叉打平 并瞬间反超 小儿子将这录像刻印成光点 寄往了各个名像 所有人看到 麦克推土及时地进攻 无一不发出赞叹 之后每个名校的校长 都开始登门拜访 全是为了麦克而来 但淘气太太希望麦克能去密西西比大学 麦克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可就当一切已经快尘埃落地时 有一个麻烦找了上来 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人 联系到了淘气太太 他单独把麦克带到房间内 女人跟麦克说 之前的教练被调到了密西西比大学 并且淘气太太和他先生 都是密西西比大学的荣誉效应 就连之前给麦克请的家教 都是那所大学的 他认为那俩夫妻一开始收养麦克 就是有目的性的 为的就是让母校争光 麦克紧张地搓手手 他不相信这一切 但那女人越说越难听 麦克不想听这些内容 愤怒地起身离开了 但是见到淘气太太时 还是忍不住质问他这一切 面对突然愤怒的麦克 淘气太太被问懵了 麦克留下一句 我不是傻子 就转身离开 麦克回到了贫民窟 之前的那拳混混 也听说了麦克打橄榄球的事迹 他开始调侃麦克 白人生活怎么样 甚至出言侮辱淘气太太的女儿 麦克直接怒了 他一手将那人推到墙上 几个想上来帮忙的混混 也为麦克撞翻在地 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边的淘气太太 也在开车不断寻找麦克 就当他找到平民窟时 电话响起了 这是麦克第一次叫他妈妈 淘气太太开车找到麦克 他首先为自己 没有问麦克的想法而道歉 并说不管麦克以后 选哪一座大学 以后麦克的每一场球赛 他都会为麦克加油 麦克听后非常感动 之后他找到那个女人说 大学毕业后 麦克成了家喻户晓的球星 这部根据真人设计改编的电影 治愈了很多人的心灵 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世间的善意 甚至只有恶意识 只有不失望 才是真的希望